凱旋國小陶敵隊優洋的音樂聲 為112年全國語文以及美術比賽頒獎典禮拉開序幕 依然小孩很讚 在112年全國語文競賽 以及11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中表現優異 總共獲得11項特優 34項優等 29項甲等 縣政府今天特別舉辦頒獎典禮 由縣長林之妙親自頒獎表揚 肯定得獎者的努力 我們有303億 100多億都益出在交易 全國交易費用發的最多就是人縣 但是我們花錢花在刀口上 我們希望能夠 對我們的小朋友的栽培 這是非常重要 感謝醫院們在依頼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們的小朋友多元的教育 非常的重要 從小讓他們得到一個非常自己喜歡的興趣的 能夠勇敢的竹夢 有夢之美夢想成真 夢想的過程當中 是很辛苦的 但是呢 感謝各位辛苦的老師 家長們的陪伴 我們都一起努力拼出宜蘭的好教育 那今年呢能夠得到這麼這麼好的成績 能夠得到這麼這麼好的成績 學生沒有辦法有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所以要非常感謝我們家長的支持 那將來我相信在我們宜蘭縣政府的鼓勵之下 我們一定會將我們學校的所有的活動辦得更美更好 縣長林之妙指出 語文和藝術教育不只是培養學習興趣 更著重在語言傳承和活用 來提升對母語的重視 非常感謝縣內各級學校師長平日辛勤的指導 使得參賽選手在比賽中奪得佳績 大放益彩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昇採訪報導